中国的酒席你见怪不怪 那印度的酒席你见过吧 一千斤新鲜羊肉 三千个嗷嗷待不得宾客 这场面简直不要太壮观 此时的婚宴后厨 六口奥特曼大铁锅已就位 厨师团队也在紧赶慢赶的备料 一大锅薄荷叶 番茄豆腐 以及素菜老三样的皮芽子 和一大桶印度长米 这都是今天需要用到的食材 六口大锅齐开 锅中是提前调配好的香料 新鲜的羊肉 在用恒河水清理过后 被一框框倒入大铁锅中 两名大厨左右开工 副手们开始流水线模式 来回运送食材 主厨大壮 负责运筹帷并涨控全局 将提前调配好的盐巴 高里头 灵魂马沙拉高里头 新鲜牛奶高里头 番茄碎碎高里头 皮芽子高里头 副手和主厨两人 搭配运送配料 三千人的食材制作难度极高 每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短短的距离 副手却需要不断地来回奔跑 节省时间 紧接着 主厨在每个大铁锅中 一次加入少许薄荷叶 主厨用无情铁手 在锅中来回试探 别问我为什么用手脚 问就是调味 调味完成后 盖上锅盖大火熬煮 而另一边厨师团队们 也在准备这道美食的 另一个主角 大米在恒河水的滋养下 更加的干净卫生 生化后的大米 被倒入大铁锅中 没错 这次婚宴的主菜 就是手抓羊肉饭 三千人的婚宴 六口大锅 肯定是不够用的 此时后厨已经增加至 十几口大铁锅齐开 这样盛大的场面 在国内也属实难见 大米在入锅前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 第一口大铁锅中 是浓郁的汤水 每一框大米 都需要经过汤水的浇灌 才能入锅 这样能让大米的色泽更好看 口感更浓郁 将大米均匀平铺在羊肉上 锅边围上湿布条 避免水蒸气流失 锅盖上放上木炭 确保受热均匀 经过一个小时的焖煮 米饭变成了金灿灿的样子 主厨再次用他娴熟的小手 抓一把米饭 通过主人家的品鉴后 美食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将米饭进行保温 等待开席即可 很快宴席就开始了 宾客们陆陆续续进场 简单的手抓羊肉饭 搭配咖喱一起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的印度婚宴 你觉得该随多少分子钱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的支持者